很多花友刚买杜尖花回来 不懂得怎么处理 结果很快这个花苞就凋谢了 严重的话还导致出现一些病悍 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呢 首先买回来 一定不要急着给它换盘 如果是换好盘的 我们就不要理会它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底下过多的这些枝条 给它清理掉 因为这些枝条没有花 浪费养分多 我们给它剪掉的话 可以减轻它的压力 避免容易出现病害 还有盆土表面的这些落叶 给它清理干净 避免它在这里滋生续菌 还有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要给它喷洒一次 预防性的杀菌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 带生猛心就可以了 因为带生猛心既可以起到 预防的效果 还可以给它补心 避免叶片泛黄 因为杜尖花是很容易泛黄的 我们按照1比1千的比例对水 然后给它喷洒一遍 喷的时候尽量不要喷上面的花苞 喷底下的这些位置就可以了 还有土壤的表面 这样的话这个地方不支撑续菌了 那么后面我们养护起来 就不容易出问题 接下来我们先不要给它换盘 把它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来养护 浇水一定要干透 浇透 不要给它长时间积水 宁愿延长一点浇水的时间 还有千万不要给它施肥 这样的话我们的杜尖花 过了这个缓苗期 也就大概半个月左右 再给它换盘 然后等到花谢了 我们再给它施肥 这样就可以了 好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